現在經濟部規劃要在張濱工業區 興建金鼎焚化爐 引發當地居民不滿 因為彰化地區的焚化爐密度太高 也質疑這個金鼎焚化爐是違法動工 居民跟環團 兼就當面向新上任的環境部長 薛富勝來陳情 甚至機動下跪要求撤案 金鼎焚化爐撤案 環境部官員和立委的車隊一抵達 群眾高喊口號表達訴求 而見到環境部長薛富勝 村長而是情緒激動的下跪 張化沿海的民眾和養殖漁民 十一號稱了立法院未還委員會 會同環境部到風浴焚化爐 視察了機會 強力表達訴求 因為不滿彰化入港的張濱工業區 又要再新增一座 金鼎事業廢棄物焚化爐 經濟部工業局規劃 在陸港張濱工業區興建 資源化處理中心 解決事業廢棄物 處理設施不足的問題 但環保團體和當地民眾反彈 認為彰化地區已經有九座焚化爐 其中在張濱就有六座 而且近五成是處理外線式的事業廢棄物 密度實在過高 而且廠商還沒有取得建造 卻已經在三月違法動工 讓居民無法接受 這個年底他就要運轉了 現況就已經有這麼糟糕了 如果再這樣運轉的話 然後後面還要幾座焚化爐 真的 在張轉的話我想彰化真的很慘 彰化鄉親的聲音 我們會來聆聽 那同時也會帶回去 跟部理跟行政部門 大家共同來研究 薛富勝表示 將和地方省慎溝通 希望達成共識再施作 但環保團要求 年底就要商轉的風雨焚化爐 必須加強地方監督機制 否則就要停工 而金鼎也必須要撤案 否則將持續抗爭到底 藉零林健身 彭煥群 彰化報導